新闻开始 马上来关注泰国连环爆炸案 就在恐袭阴影笼罩全球之际 离英欢庆皇后受臣的泰国传出爆炸声 华新普及岛在内的五个府 昨晚开始24小时内发生至少11起爆炸袭击 至少4人死亡30多人受伤 警方证实这不是恐怖袭击 而是本土分子的破坏行为 加上运袭地区都是接受新宪法的区域 似乎认定这和反军方宪法阵营有关 泰国曼谷四面佛广场去年发生惨烈爆炸袭击 还言犹在尔 现在又传出连环爆炸案 为今天的泰国母亲节染上鲜血 当地时间昨天下午3点 董礼府先传出爆炸声 造成一死六伤的悲剧 大约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 泰王下宫所在的华欣也遭殃 袭击者以手机引爆埋在花盆里的炸弹 两次爆炸共造成一人死21人伤 当中包括8名外国游客 泰国民众万万没想到一切只是开端 今早短短三个小时内再传八声爆炸巨响 先是普吉岛两个著名景点传出两起爆炸袭击 15分钟后 苏列府水警局前也传出两声爆炸巨响 造成一死三伤 潘雅府的一个市集也有两起爆炸案 同一时间华欣再次遇袭 市区中打两起爆炸造成一死三伤 由于极具争议的宪法草案公投还有不足一个星期 政治时间点非常敏感 而在恐怖袭击阴影笼罩下 发生如此部署经历的袭击引起各界担忧 未经历到最终究竟然 至于什么可能会发生了这个事件 我们知道确实的事件 是那些事件 没有连接到任何类似的 事件 实际上是最终的 所谓的判断 我们正在试图中 这些事件 在这些事件 所以是很快 未经历到任何类似的 但是 似乎没有 конфликт 在国内 泰国警方坦言 当局之前已经接获袭击情报 只是无法鉴定袭击的时间点 不料现在酿成悲剧 泰国首相帕拉玉也怒斥袭击事件 是有心人士企图制造动乱不安 并下令彻查缉拿幕后黑手